大家好 我是艾圓神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繼續帶給大家崩壞星窮鐵道2.1版最新任務攻略 開圖主線 歌群中的貓下 開放克勞克隱私樂園 那麼承接上一批我們接下來做這個主線任務 我們在這邊蒐集這個 調影用的材料 我們先看到這個小地圖上方北方向大家看到在這個地方 一個高亮點 我們過來調查一下 這邊投入這個一袋垃圾 拿到了一個這個調影材料 然後呢大家看到我們的小地圖 左下角西南方向 繞了這個吧台 轉一圈 在這個吧台的另外一端 還有一個高亮點 我們也過來調查一下 好 那把這兩個東西調查完 我們再回來 調查一下那種高亮點 這邊對這個NPCR我們使用一下鐘錶把戲 我們把它調整到這個憤悶 好那麼對外畫之後呢我們再過來 對它使用鐘錶把戲 這一次呢把它調整到這個歡心 來 我們再對它使用這個鐘錶把戲 最後調整到這個碑玉 好 把這個NPC勸走之後呢 大家看到我們的小地圖下方南方向往前走 這邊還有一個高亮點 我們過來調查一下 好 可以拿到我們的這個調影材料 好拿完之後看到小地圖左邊 西方向往前走 桌子上這個材料調查一下 這邊的話呢還能拿到一個材料 拿完之後呢 我們再跑過來 和這個加拉赫對話 那這邊的話大家看到這個可選項就沒有了 我們全部材料都拿完了 那這樣的話呢 第一個這個大家隨便自己選 C喜歡者都可以 怎麼樣選都可以 我這邊選一個蘇勒達 好然後這邊我再選一個 孤注遺址 好這邊對外畫之後呢 來我們筆子往前走 進到這個隱私樂園中 好對外畫呢 這邊切換到這個黃拳的視角 來我們筆子往前走 好這邊對外畫之後呢 大家再筆子往前走 這邊拿兩個充能 然後呢這邊可以秒怪 大家按這個黃拳的密技呀 可以直接把這個怪秒了 然後往前 好 那還是一樣 大家進到下一個門之後呢 看到小地圖又很腳東北方向 往前走 我們先下樓梯啊 然後前方呢 還有兩個這個密技充能 也可以打上 然後大家把這邊的怪都給他秒了 好 接下來下樓梯 下樓梯的時候呢 還有一個充能品 大家可以給他吃上 接著下樓梯 朝著我們任務高浪點走過來 好 那這邊清王怪之後呢 進到這個房間內部 往上走 進了房間之後呢 先看到我們的小地圖右邊東方向 往前走 這邊調查一下 線索 調查完了之後呢 看到我們的小地圖左邊 西方向往前走 這邊還有兩處可以調查 好 那查完之後啊 看到我們的小地圖右邊東方向 這個桌子上面 兩處高亮點調查一下 好 那那邊對話完之後呢 這邊再切換到 殺精的視角 我們先筆子往前走 再有個高亮點 我們走過來 往前走 往前走和這個小孩對話 好 和小殺精對完話之後呢 我們再筆子 往前走 跟著這個小孩一直往前走啊 朝著這個任務高亮點的方向 我們往前跑 然後這邊有一根密集點充能 然後這邊有一根密集點充能 可以打一下這個瓶子 補充一下這個充能 然後呢 看到小地圖上方 北方向 往前走 這邊啟動這個彈珠 氣泡彈珠機 好 跟著這個機關往前走 第一個機關 我們開啟 然後再順著機關往後走 第二個機關 開啟之後 旋轉一次 然後再往後走 第三個機關 開啟之後呢 旋轉一次 然後第四個機關 開啟之後 旋轉一次就好了 好 下來之後呢 來我們先筆子往前走 上了樓梯之後啊 躲過這些怪 然後左轉向前 好 對話畫了之後呢 看到我們的小地圖越南角 東北方向 大家看到朝這個方向往前走 好 這邊對話畫了之後呢 大家看到我們的小地圖下方 南方向往前走 跟上這個小孩 對話畫了之後呢 這到前面 這個放映機這邊來 選擇這個 播放這個小電影 好那这边呢我们左下角有一个按键 大家可以点这个按键呢我们也可以按空格 在快要追上前面的人的时候呢我们按一下这个按键 就可以把我们切换这个轨道 大家看到 然后呢吃这个地图上的小东西呢 可以给我们补充这个资源 就这个旁边这个像体力条一样这个东西 这边大家当心不要撞上去了 然后正上方呢是这个观众评分 右上角呢是我们要到达的这个目标评分 你们毕竟是在这个剧情中啊所以比较简单 好这边就到终点了 如果说大家这边觉得自己玩得不好的话 也可以点击月下角重拍 好那么拍完之后呢看到小地图右下角东南方向 大家看到朝这个方向我们就要路往前走 小心下这边的怪物 绕过去 好 对方话接着往前做下一个这个气泡弹珠机 上来之后呢顺着这个机关往前 第一个机关我们给它开启然后旋转一次 然后呢顺着这个机关往后走 第二个机关开启旋转一次 好再往后走第三个机关开启 再顺这个机关往后 这个第几个啊第四个机关开启之后 最后一个机关开启这样就行了 好大家对待看到我们的小基督左边西方向 顺着这条路往前走 好这边迷宫的话呢我们就跟这个气球的方向往前就好了 大家看到第一个气球让我们往这走 沿这条路往前 下一个气球投指向这边我们往这走 好第三个气球投指向这边我们往这走 第四个气球跟它头的方向接着往前 那前方会出现第五个气球 跟着方向再往前就可以找到这个仪式屋了 好那这边开完剧情之后呢我们需要离开迷宫了 来先看到小基督下方蓝方向 这个方向往前走 大家看到这边的气球呢变成了蓝色 那我们呢就顺着这个气球的这个投指向的方向往外走 好下一个气球来再往前走 大家这个高亮点我们过来调查一下 好这边调查完之后呢来看到我们的小丘下方蓝方向 朝这个方向往前走 出了口之后呢顺着我们左手边这个气球的方向 接着往前 好出现了下一个气球 跟着这个投指向再往前走就可以出这个迷宫了 乘坐这边的弹珠气泡机 好那这个的话呢稍微复杂一点没事 来我们跟着这个机关往前 第一个机关我们开启 好然后呢第二个机关我们开启 然后呢顺着这个机关接着往后 第三个机关我们开启 好然后呢顺着机关第四个开启 好再顺着这个机关往后走 第五个机关开启 好然后再顺着往后走 第六个机关开启 好然后再顺着往下 第七个机关开启 就可以走过来了 好传过来之后呢 朝着这个任务指引的方向往前走 有一个门口啊 我们顺着这个门口走进来 然后左转 然后这边用这个哈努兄弟的电视机变个声 变完声之后呢 看到这个小地图左下角西南方向 大家看到前方这有一个 小缺口我们可以进来 但是大家不要着急啊 看到这边我的怪物会在这边巡逻 我们等这个怪物背过声 远离这一个破口的时候 我们再走过去 那就现在 好走过来之后呢 当心一下对面的这个怪物啊 它会在这边 大家看到这个小电视 好等它背成之后呢 我们赶紧跑过来 这边有一个火箭筒 好我们过来调查一下 好拿上这个火箭筒之后呢 看到我们的小丘上方 北方向跑过来 把这怪打了 好打完过来之后呢 它会掉啊 好打完过来之后呢 它会掉落一个这个子弹 大家看到 好那么减上这个子弹之后呢 看到我们的小地图左边 西方向这边有个电视机 我们可以解除变身了 好解除完变身 来当旁边有个楼梯的 我们从这个楼梯走上来 到达这个任务高亮点 好然后呢 跟着这个任务指引的方向 我们接着往后走 对外画之后呢 右台角这边有一个按键 我们按一下 拍一下照片 好 这边对外画 看到小地图左上角 西北方向 跟着任务指引的方向呢 我们往前走 好那么这个气泡弹珠机 来顺着激光往前 第一个激光 开启之后 旋转一下 然后呢 点着这个激光往后 第二个激光 开启之后呢 旋转一下 然后呢再顺着这个激光往后走 第三个激光 开启之后 直接往后 第四个激光 开启 然后第五个激光 开启 接下来第六个 开启 然后第七个 开启 这样就行了 好 下来之后呢 来看到小地图右向角 东北方向往前走 前方这个闸口开一下 进到这扇门内 然后呢 朝着我们的小Q左边 西方向就一个舞台 好 那这边对话话 来 我们来找这个三月七 然后选择准备好了 那么这边进入副本之后呢 来我们跟着这个任务指引的方向 鼻子往前走 两侧这个门都是走不了的 我们放心往前 好 那么在打杀金的时候 一阶段啊 他会随机拉我们一个角色 进到这个赌图中 那我们这个角色 如果有群攻技能 把这个点数打得超过 他右边蓝色这个点数的话呢 那我们这个大招啊 就会立马好 并且获得一个伤害增加的buff 那如果是奶妈中 单体的被拉进去 点数超过他这个的话呢 就会被攻击一次 那么进了二阶段之后啊 他是全体把我们全部的人 拉到这个赌局中 但是呢 每个人打的这个点数啊 是单独计算的 他最后呢会对这个点数 不达标的角色进行一次 这个伤害比较高的攻击 好 那么看完这个剧情之后呢 来 我们操控这个杀金啊 就朝着前方任务表演的方向呢 一直往前跑 好 那么看完剧情到这边 我们这个主线呢 就暂时先告一段路 记得关注再走 对吗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